為自己學習最迷人 歡迎大家收看PP小學堂 我是阿欣 沒有錯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 一日VLOG攝影要陳述 從拍美食 人物啊 景點啊 運鏡啊 還有什麼 還有約會 我們今天廢話不多說 我們歡迎我們兩位大來賓 Celine跟Cincia 嗨 我們兩個女生約會耶 我成功啦 我是Celine 我是Cincia 我們有一個旅遊的 主要在拍我們旅遊戶外生活的頻道 叫做Celine和Cincia 指示旅行 那我們這次來主要是因為 我們是看一堂課程 在教大家怎麼拍影片 所以今天的任務呢 就是要教阿欣 怎麼樣拍出自然好看的旅遊影片 我們現在其實也蠻緊張 所以不只是你的考驗 是我們這堂課的內容在考驗 萬一沒有把你教會 就是我們這堂課 就是這堂課沒有用 我要先跟大家打一個預防之後 平常出去玩拍照 切腳沒有重點 沒有 我們也有聽說 其實你沒有嘗試過拍影片 對我其實沒有嘗試過 是你的第一次 好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希望目的地出發 Let's go Let's go 好 那我們現在終於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我們現在在九份金瓜石這邊 我們現在在一間咖啡廳叫做山巴咖啡 這我還是很好奇啊 就是說 真的呢 只用我們自己的手機 就可以去把一個Vlog拍起來嗎 手機是一定可以拍Vlog的 但是現在我們馬上想要修正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是用iPhone的前鏡頭 在拍我們三個人 然後就 顯得畫面其實還蠻緊的 畫面很蠻 而且因為邊邊會有變形的情況 所以我臉就一直處在一個 突然間變得上的肩膀 對 而且看不到我們 然後畫面就是站滿了 所以現在要請阿鑫調整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畫面改成 用後鏡頭的廣角鏡頭來拍 我們現在的畫面 對 我們要這樣子 對 你現在是不是一直很擔心 自己沒有在畫面裡面 我現在非常擔心 其實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你等一下自己看一下 應該會比剛剛好很多 而且我們外面的環境也拍比較多 比較有旅遊的感覺 不然大家就看你在室內自拍就好了 你幹嘛來九份拍 然後現在是阿鑫要先做一個 開箱這間咖啡廳的版本 對 你先照你自己想像中的 旅遊Vlog的拍法 我使用我們超級新手小白 拍Vlog的想像 先讓大家知道 會是長什麼樣的 OK 那我們現在剛到山巴咖啡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裡的環境 它是在產業道路旁邊的一個 很漂亮的老房子老屋的一個咖啡 那這裡其實最漂亮的是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來看一下 露天的空間 其實是很漂亮的 天氣好的時候 還可以直接看到一望無盡的海洋 那個應該是龜山島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啦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來到這個 山巴咖啡的地址 大家可以看 這個地址還蠻好笑的 它叫做新變露 很有趣的一個名字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內部的 咖啡廳的長相 其實老屋裡面裝飾的很漂亮 有冷氣 現在天氣很熱 它裡面的 這個冷氣的開亮很強 是暖色系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些話啊 還有一些音樂啊 還有一些音樂啊 就是說你剛剛那個結束之後 你要 你可能要再講一下說 好萊斯看他的東西 要拍一個 就不然你會有一種 突然就開箱完 就結尾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就是有努力跨出地步 但是還是有 我們這邊整理出四個重點 就是希望可以 加強跟改善一下 就是會讓你的Vlog更精彩 然後更有內容 我覺得也會更有趣 對啊 然後我前面兩個其實算是 剛剛在開頭的時候就有講過 但是學生有點不夠認真 有點人 有點假司機 首先他剛剛的Aero呢 是一樣是用前鏡頭在拍的 所以畫面會比較窄一點 而且前鏡頭的畫質其實沒有到這麼的好 所以一樣我們在拍Vlog的Aero的時候 我們會習慣用後鏡頭 那再來就是我剛剛有注意到 有一個很大的車身經過 可是阿星沒有意識到說 他需要NG重來 那這裡其實最漂亮的是什麼東西 如果是我們兩個在拍的話 我們就會說 好剛剛那個重來一次 因為很吵 所以剛剛在開頭的路上 就已經有兩個問題 對 那再來第三個問題是 我覺得旅遊影片可以多切換一下視角 可以讓大家真的用你的眼睛在看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自拍的鏡頭的話 其實大家看到的背景是有限的 大家看到的環境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在一些地方切換視角 像你剛剛應該是有提到海景部分 那我們可能就原本是這樣子嘛 就這樣轉手換一下 然後可能拿這邊會比較穩 有可能就是這樣子拍一下海景 對然後再轉過來說 我覺得就是這邊的氛圍非常舒服 然後再說 喝個咖啡你又可以吹吹海風這樣子 然後再說進去看一下 對多形容一點感受 我直接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好了 好 那我就直接示範一次給你看喔 我其實應該會從那個隧道就開始講 因為我覺得這邊的特色其實是在 它的要經過一個隧道 然後就很有秘境的感覺 剛剛阿星是從這裡開始 可是我們的話可能會選擇從隧道 我今天要來的是九份的山巴咖啡 然後它其實要先經過一個 滿有秘境感的隧道 然後它最大的特色應該是 它有一個戶外的區域 就是可以有一個涼亭的座位區 然後可以看到海景 我現在就是很秀的坐在這個 它的露天咖啡廳 然後我前面的視角 長這樣 非常遼闊的海景 然後那邊還有山景 那間天氣超好 我就是 整個藍天白雲 我就會坐在外面就是 有一種清淨大自然很愜意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去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 我現在正在講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會直接這樣子散過來 其實我們也會 有一個做法是會在補滴肉 那我們覺得如果一個人輕輕鬆鬆的Vlog的話 其實這樣子切換視角就很容易 因為你可以比較像你剛剛站在那邊自拍的時候 你在跟大家說海景很漂亮的時候 但是畫面大概有一半是你的臉 對 大家看不看到海景 好 進去繼續開箱 對 剛剛Centia在講任何東西的時候 她都會真的靠近去摸 對 因為你剛剛的做法是你就站在中間講說 有一些畫有什麼有什麼 可是我們是真的在旅遊在體驗的感覺 應該就是你真的要摸到這個東西去 哇這個桌子很漂亮你可以去摸它 然後哇這個這個這個什麼東西 你可以去這樣才有真的在體驗的感覺 不然你會很像一個電視節目的主持人 站在節目上面介紹 所以我們剛剛覺得可以改善的第四個點是 可以多一些對環境或是氛圍的形容詞 像你覺得這邊可能是溫馨的 或者是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建築或是裝潢的風格 可以多一些這種感受 好 那我要出發了 出發 Go 看起來好勉強喔 加油 會不會聽起來很困難 稍微 沒事加油 我們也是練很久才變成這樣吧 真的 你只要比剛剛看起來厲害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到了山巴咖啡廳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是因為它是一個蓋在小隧道旁邊的咖啡廳 這個東西其實還蠻特別的 我們一般很少看到有咖啡廳蓋在這麼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 它就是一個很可愛的老屋 小房子的感覺 還蠻溫馨蠻可愛的 顏色也 黑色系的色調也蠻漂亮的 除了咖啡廳本身之外 它有一個最漂亮的 有有有有有 那這邊其實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它的戶外座位區 好 先這樣 我們在拍VOL的時候喜歡拍自己的第一反應 所以我可能會邊走 就是你可以先講自己的感受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你這樣講話 大家就看不到海景 所以一定是這樣子講 然後就可以起身往裡面走 聽說它這邊整個觀景台 可以看到整個北海岸的漂亮美景 它整個的這個海景啊 包含那邊的基隆雨啊 還有整個山景跟港口啊 現在天氣好的時候來啊 這邊真的很漂亮 它這邊啊 有一個戶外的座位區 我們可以坐在這邊 不管是傍晚啊 或者是早上 其實我們就可以直接 把山景跟海景還有咖啡 搭配在一起 整個就會非常的有情調浪漫 是一個蠻特別蠻舒服的一個地方啊 不過現在天氣真的太熱太熱了 我想要趕快進去咖啡廳裡面 吹一下冷氣休息一下 好 我覺得妳進步很多 很棒 而且妳有沒有發現嗎 妳剛剛做的時候啊 妳就這樣子靠著 妳其實蠻放鬆的 對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看很好 我也覺得進步很多 很棒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了 妳終於可以進去冷氣了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是真的很棒 妳看起來 妳看起來很快死了 我才抱歉 不會不會 我是怕妳們太親密 我 我是覺得有點為難人 覺得對妳很抱歉 其實爬劍林還比這個簡單 老師我們想請問就是 剛剛余欣的表現 你們覺得如何 1到10顆星 新手這樣子是幾顆星 我覺得以進步的幅度來說是10顆星 就是剛開始真的 真的進步很多了 對 剛開始真的是自己覺得尷尬 旁邊的人看的也尷尬 好 那我們剛吃完午餐了 現在我們在阿妹茶樓 接下來呢 Selene要帶我這個小白奶奶來練習一些 關於B-RAW的技巧 跟新手應該要注意的一些簡單的 Mega在哪裡 好那我們先來解釋A-RAW跟B-RAW分別是什麼意思 像阿欣剛剛在咖啡廳裡面介紹這個地方 開箱的過程中叫做A-RAW 所以這個Partner要來讓阿欣練習怎麼樣拍B-RAW 我希望阿欣在這個有燈籠的阿妹茶樓這個樓梯這邊 幫Cynthia拍三個B-RAW 我要一個遠景一個中景跟一個近景 好來吧挑戰開始 剛剛阿欣一直想要作弊 一直問我要怎麼樣拍比較好 跟他說你先去拍 你先去拍 我不能給你提示 這樣我們才看得出差別 我先完全不跟他說要怎麼拍 讓他自己先發揮 等一下再來告訴大家 如果是我的話會怎麼拍 就環顧四周慢慢走下來 鏡頭是這樣子 然後Teen Cyan是這樣過去 然後就是跟牆 跟Mao溝通很重要 跟牆 你覺得他現在做一個很棒的事情 可能你就碰他一下 好 聲音一下我在這兒嗎 對然後就是可能走走走走走 OK 我先講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嗯 你剛剛有沒有換鏡頭 換鏡頭啊 它剛剛的遠景中景近景 全部都用iPhone的 0.5倍的廣角鏡頭在拍 iPhone 13都已經有三顆鏡頭了 然後你帶了三顆鏡頭 然後你出門你不換它 那你就是背了多餘的重量 而且因為0.5倍我們通常是拿來拍攝廣角 就是遠景 所以你會 你剛剛都用0.5倍的狀況 就是拍起來其實三個都差不多 對你會感覺你想拍鏡 可是我靠它這麼近 為什麼看起來還是很廣 是因為你用了廣角的鏡頭 我剛才注意到你好像想要 就是Model在遠景中景近景都做不一樣的事情 其實是不需要的 其實遠景中景近景Model可以做完全同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時候呢我會用另外一個角度拍 就是這個時候就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在拍同一件故事的感覺 未多機 只是你要拍很多次 對就是感覺畫面上感覺很像是同時有很多相機在拍攝拍 但是其實是 同一台 走了三次 但是一樣的事情 好那我現在就直接來示範一下 我的三個遠景景會怎麼拍 像剛剛的畫面你是請Cynthia由上往下走嗎 但是有些女生其實會不喜歡自己由低往高拍的角度 就是那個 下巴看起來會很大 對 所以等等畫面我會請Cynthia從樓梯的樓下走到樓上 一開始呢我會刻意的先不要拍到燈籠 她往上走之後慢慢的往前 往上pane一點點就拍到燈籠了 所以可以讓觀眾有一種得到驚喜的感覺 就是哇原來這個樓梯上面有很多燈籠 所以這個廣角等等你可以練習看看 除了請Cynthia往上走之外練習一下一個短短的預鏡 所以你可以試著兩隻手夾緊 就是這樣子動 可以讓你的畫面比較穩 好 再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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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然後我們的中景的部分剛剛有講到我們等一下會換成一倍的鏡頭 我會做一個小小的遮罩 我先拍一個沒有運鏡的 我請Cynthia走 好Cynthia往上走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不錯的中景了 但是我們現在一樣跟剛剛一樣加一個小小的運鏡 用手機拍這種東西有個很重要的重點是你一定要先對焦 好所以我們先做一個事情叫做鎖定對焦 長按之後有個黃色空空出現 好這個時候我慢慢的往右移 就有一種打開一個驚喜包的感覺 感覺應該差很多吧 好那這個運鏡一定要就交給你囉 懂 再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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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一次完成 那剛剛有講到近景是要來表示這故事的細節嘛 我想要表示出他覺得很好奇覺得很新奇的表情 所以近景我會去特寫他的臉 所以然後等等我會用三倍的鏡頭來去特寫他的臉 我想要的構圖是他等等往這邊看看到燈了 所以你等等幫我走到這個點之後往你的右邊看 好開始 看一下 可 那下一個畫面就直接給你表現囉 好 3 2 1 有點切人頭囉 切人頭 對 對 好重來一次 再一次 3 2 1 像剛剛我覺得阿欣那個畫面拍得很好 所以我現在想要給他一個另外一個挑戰 但是我們現在要一點點的運鏡 但是像這種近景的運鏡真的只要一點點就好 不然你很容易很晃 我們剛剛第一種是這樣子動 對 第一種是這樣動 你手機的位置都有變化 但是現在第三種我們要練習的運鏡是環繞 環繞 是它在中間 所以我的手機是這樣子 一點點小小的移動而已 這種環繞就滿適合拿來拍近景的 好 按開始 3 2 1 可以 那 剛剛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這個 新手小白的VLOG攝影 養成術 BROP BROP 有覺得超級困難嗎 BROP 整個比早上還要困難 真的嗎 我以為你早上比較 struggle 因為你剛剛其實蠻快就抓到重點了 你跟表現得很好啊 我覺得你表現得非常好 應該說難的東西不一樣 難的東西不一樣 那你覺得ABRO分別最難的部分 ARO講話比較難 因為腦袋會放空 你會不知道他講什麼 那我覺得BRO是 你要克服手抖跟取景的這件事情 取景的這件事情 這個BRO真的要多看 就是你其實也很難在 到了第一個場景 就決定我要拍什麼 所以我們通常他的做法是 會拿著相機先到處比 就是你不要浪費時間去拍不夠漂亮的地方 我們會這樣子比了很久之後 我們才決定 我遠景要拍什麼 中景要拍什麼 近景要拍什麼 所以其實你腦袋裡的構圖是最重要的 好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感謝Cynthia跟Celine來參加我們PP小學堂的課程 感謝你今天的朋友 辛苦了老師 真的覺得辛苦你了 老師太辛苦了 那老師要不要講一下 你們這次來PP小學堂 宣傳的你們的線上課程的內容呢 我覺得今天就是帶阿欣來練習一天的 ABRO的一些小技巧 其實真的只是拍旅遊影片的其中一小部分 就我跟Celine真的有很多很多這五年以來的 拍攝旅遊影片的經驗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影片裡面會從事前的準備 然後 ARO怎麼樣它也比較自然 可以克服尷尬癌 到BRO的取景 韻鏡 然後剪輯 調色 然後怎麼選擇音樂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課程裡面分享 那今天的這堂課只是教手機嘛 那其實手機還有更多的細節 我們會在課程裡面教 那我們在課程也會教怎麼樣使用單眼 然後你怎麼樣使用挑選到適合你的相機 適合你的鏡頭 還有一些單眼的基本操作 我們都盡量 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們盡量在把這些內容全部都塞到我們的相課程中 所以內容有一點點長 但是我們保證一定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對 然後我最後想要給就是阿欣還有觀眾們一些 就是怎麼講一些鼓勵吧 就我覺得大家先看阿欣可能會很緊張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真的太短 就是只有一天就要練習好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 連我跟Celine我都不覺得我們五年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拍旅遊影片其實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很輕鬆的 你就是在記錄你的生活 記錄你看到的所有美的事物 記錄你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看看這些線上課程 然後慢慢的運用到你自己的旅遊Vlog裡面 就是慢慢的可以讓你的旅遊影片更精彩 你一定不會是一開始就會做到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但是一定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好 像你今天應該有覺得 你有覺得學到 突飛 不能用成語 突飛猛鏡 可以可以現在可以 突飛猛鏡 最差很多最差 不能用鏡收眼底 但是可以用突飛猛鏡 真的有差很多 就是在指導之後 就是你整體的運鏡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對新手小白來說 要克服自己的心魔真的是一件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心態上面你要能建立起來 這也是一件事情 就技巧之外 心態也很重要 對我來說啦 真的很感謝 澤映跟Syncia這次 來參加我們TV小學台的建議 謝謝 我們也覺得很好玩 那我們就下課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囉 線上課程見囉 掰掰 掰掰